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点点思考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揭秘基因编辑,剪刀在手,我有谁 二,基因的权力游戏,编辑技术的历史演变 三,Chris Perer的科学革命,基因编辑的精确打击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揭秘基因编辑,剪刀在手,我有谁 各位同学,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既神秘又充满无限可能的话题,基因编辑 这个领域就像是生物学的魔法世界 科学家们手持分子剪刀,可以在生命的蓝图上随意涂鸦,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生物器官 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名叫Chris Perer卡9的明星分子剪刀 这个系统原本是细菌的免疫机制,用来抵御病毒入侵 科学家们就像是发现了超级英雄的秘密武器 将其改造成了可以在任何生物体内精确剪辑DNA的工具 这就好比是找到了宇宙的作弊码 只要输入正确的密码,就能解锁生命的任何秘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基因编辑的一些剪辑案例 首先是农业领域 科学家们像是拿着一把魔法剪刀 将作物变得更加抗旱,抗病,甚至提高营养价值 这就像是给植物穿上了超级战衣 让它们在自然界的战场上所向披靡 在医学领域,基因编辑则像是精准的外科手术 它可以修复遗传病的错误代码,让患者重获健康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够减掉癌症细胞的不死基因 那么,这场与疾病的战争,我们就有了取胜的法宝 当然,基因编辑也不是万能的 它就像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带来伦理和生态的问题 比如,如果我们随意改造物种 可能会打乱自然界的平衡,造成生态灾难 而且,如果基因编辑用于人类 那么设计婴儿这样的话题就会引发热烈的伦理讨论 最后,让我们以一点幽默结束今天的分享 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 我们能用基因编辑来设计自己的宠物 那么,你会选择一个会说话的猫 一个会做数学题的狗 还是一个能够发光的鲸鱼呢 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 但它也提醒我们,科技的力量是巨大的 我们必须谨慎而智慧地使用它 所以,基因编辑的世界 就像是一场科学与想象力的盛宴 只要我们持有这把分子剪刀 我们就有了改写生命故事的能力 但记住,伟大的力量伴随着伟大的责任 我们要用这把剪刀 剪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基因的权力游戏 编辑技术的历史演变 各位听众,学生,生物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 基因的权力,游戏 这是一场始于地球生命诞生之初 延续至今日高科技时代的史诗集系码 在这场游戏中 每一个参与者都在争夺生存与繁衍的权力 而基因编辑技术则是这场游戏中的一颗星星 它的出现无疑是对自然选择法则的一次大胆挑战 首先,让我们回到遥远的过去 在那个没有实验室 没有科学家的时代 基因的权力,游戏完全依赖于自然选择的残酷规则 物种进化就像是一场无尽的皇位争夺战 每个物种都在无声无息中 进行住自己的基因小改造 以适应环境,生存下来 然而,随住人类的出现 这场游戏开始出现了新的变数 人类不满足于被动接受自然的安排 开始尝试主动进入这场游戏 最初的尝试是选择新育种 也就是人类版的配对秀 农夫们选择最强壮的牛 最肥美的羊进行繁殖 从而慢慢改变了这些动物的基因特征 进入20世纪 科学家们开始探索生命的秘密语言 DNA 1953年 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 这就好比是找到了控制生命的作笔码 从此 基因的权力游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随着基因工程的诞生 人类开始尝试直接修改生物的基因 这就像是在生命的编码中直接进行剪辑 从而产生出抗病毒的作物 快速生长的鱼类等等 这些都是人类在基因的权力游戏中的初步尝试 但这还不是终点 21世纪 一项名为Chris Bear开酒的技术横空出世 这是一种可以精确编辑基因的生物剪刀 这项技术的出现 就像是在权力游戏中 突然加入了一位拥有强大魔法的巫师 它的力量之大 让人类可以在前所未有的精度和速度上 改写生命的基本规则 当然 随着这项技术的应用 也带来了许多伦理和安全的问题 这就好比是在玩一场极具风险的赌局 每一次基因编辑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因此 科学家们在享受住这股权力的同时 也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基因的权力游戏还在继续 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游戏的参与者 未来的路如何走 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平衡科技的力量 与人类的智慧 让我们共同期待在这场游戏中 人类能够成为一位明智的玩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Chris Bairer的科学革命 基因编辑的精确打击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这个改变了生命科学游戏规则的技术 Chris Bairer 全称是定向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星际旅行中的外星语言 但实际上 这项技术比科幻小说中的情节还要激动人心 想象一下 如果你有一台时间机器 可以回到过去 精确地改变历史中的某个事件 从而影响现在 Chris Bairer技术就像是生物学界的时间机器 它允许科学家们精确地编辑基因 就像修改文字处理文档一样简单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种叫做卡九的眉 它可以被看作是一把分子剪刀 这把剪刀非常聪明 它知道在哪里剪 这要归功于一段叫做导向RNA的小分子 它就像是一段含有目标地址的GPS导航 当卡九携带导向RNA到达目的地时 它就会准确地剪切DNA 从而实现对基因的编辑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像是生物学的黑客技术 但实际上 Chris Bairer系统是从细菌那里接近来的 是的 你没听错 细菌也有自己的免疫系统 它们使用Chris Bairer来抵御病毒 当病毒入侵时 细菌会捕获病毒的DNA片段 并将其插入自己的Chris Bairer区域 如果病毒再次入侵 细菌就可以快速识别并切断病毒DNA 阻止感染 科学家们发现了这一点 并想到了将其用于更广泛的基因编辑 Chris Bairer技术的革命性 在于它的精确性和应用性 以前的基因编辑技术 就像是用铁锤做脑外科手术 而Chris Bairer则像是用激光刀 精确 干净 高效 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在植物 动物甚至人类的基因组中 进行精确的修改 这对于治疗遗传性疾病 改善农作物品质 甚至是对抗全球变暖 都有着巨大的潜力 但是就像所有强大的技术一样 Chris Bairer也带来了伦理问题 例如 如果我们可以编辑人类胚胎的基因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能创造定制婴儿 我们是否应该允许这样做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科技进步的同时 也要不断地审视我们的道德和法律框架 总之 Chris Bairer是一场真正的科学革命 它不仅仅是改变了我们对基因的操作方式 更是挑战了我们对生命 伦理和未来的理解 而在这场革命中 我们每个人都是既是观众又是参与者 所以 拿起你的分子剪刀 但请记得 随着伟大力量的到来 也伴随着伟大的责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基因剪辑还是伦理剪辑 基因编辑的社会挑战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 是那种听起来就像是科幻小说 但实际上 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悄悄发生的事情 基因编辑 这不仅仅是一场科学的革命 更是一场伦理的大考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把双刃剑 一边是无限的可能 一边则是深不见底的伦理深渊 首先让我们来聊聊基因编辑的那把剪刀 Crisper Cardio 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剪刀 而是一种可以在DNA上精确剪辑的生物技术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基因组是一本书 Crisper Cardio就像是一个超级编辑 可以把书中的错别字修正 甚至改写某些情节 听起来是不是很酷 但是 如果这本书是人类基因指南 那么问题就来了 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 让我们有了预防 甚至治疗遗传性疾病的希望 这听起来像是一件好事 但是 当我们可以选择性的编辑基因时 就不仅仅是在治病 而是在设计生命 这时候 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 基因剪辑还是伦理剪辑 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天 你可以去医院 像选购超市货架上的商品一样 为你未来的孩子选择他或他的眼睛颜色 智力 甚至是运动能力 这听起来像是优生学的现代版 而且这种选择权 可能只属于那些 能够负担得起这项技术的人 这不仅仅是在剪辑基因 更是在剪辑社会的多样性和公平性 而且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知识 来预测基因编辑的长期影响 基因是复杂的网络 改变了一处 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 这就像是在没有完全理解 游戏规则的情况下 去改写游戏代码 结果很可能是游戏崩溃 现在 让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次 科学家们尝试通过基因编辑 来让一种蚊子抵抗瘧疾 理论上 这些蚊子会取代原有的种群 从而减少瘧疾的传播 听起来像是一个完美的计划 对吧 但是 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是经过亿万年演化形成的 一旦 我们开始随意改写这些规则 可能会引发我们无法预料的后果 所以 当我们拿起基因编辑的剪刀时 我们必须非常谨慎 我们需要的 不仅仅是科学的智慧 更需要伦理的指导 我们必须问自己 我们是在 为了人类的健康和福祉而编辑基因 还是在追求一种不切实际的完美 我们是在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 还是在加深社会的不平等 在这场科技与伦理的较量中 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 我们的选择 不仅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 更会影响未来几代人的命运 所以 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 在基因的世界里 我们应该拿什么来剪辑 最后 我想对大家说 基因编辑是一项充满了 无限可能和挑战的技术 它可以为我们带来健康 食物安全和生态保护等好处 但同时也需要我们 谨慎处理伦理和社会问题 我们需要在科技进步和道德准则之间 找到平衡 才能确保我们的未来更加美好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在基因编辑的世界中 你对伦理和社会问题 有什么看法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